Hello大家 今天想聊聊选导师这个话题 上周有网友留言说 本来他对导师已经忍无可忍 但是想到我在视频里 一直都建议大家和导师好好相处 于是就决定了一忍再忍 我就深感作为一个up主 责任非常重大 只要一不留神 有可能就害人不浅 于是我觉得必须做一期视频 跟大家好好地分享一下 我选导师的心得 我虽然做了一系列 如何和导师相处的视频 但是我想跟大家传递的 绝对不是让大家对导师一味的隐忍 好好相处的前提 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位 受我们尊敬并且认可的 适合我们的好导师 每个同学可能自己比较看重的点不一样 所以呢判断的标准也不太一样 但是有几点我觉得是可以比较普遍适用的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算是我个人认为的选导师的底线吧 就是地板啊 我们不谈天花板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导师要是一个公平的人 体现在文章上作者的排序 应该是以每个人的scientific contribution为主 不应该被其他的因素所干扰 比如说个人的心情啊 或者是导师自己的喜悟啊 上周网友的留言 本来他们的文章 自己是作为第一作者 因为自己的贡献最大 但是因为跟导师产生了一些矛盾摩擦 所以导师呢非常的不开心 于是就重新排序 按照作者的姓氏排序了 其他的专业我不是很了解啊 但是在我们生物专业的话 是不存在按作者姓氏排序这种说法的 一定是按大家scientific contribution 而且这一个呢 我真的觉得是作为导师的底线 导师即使是对学生再不满意吧 可以甚至让学生可能换导师吧 如果是博后可能是到了合约 可以就终止合约 不再续约 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这个学生做出了这个paper的milestone figure 是对这篇文章有着不可或缺的 绝对contribution的 那我觉得即使是在他转学 或者是离开实验室以后 他的第一作者这个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任何其他的借口都不是借口 第二点啊 我觉得一位好的导师 不应该把自己的学生或者博后 或者是实验室里的任何工作人员 把当成自己负面情绪的发泄对象 不光是中国电视剧里面啊 就包括日本或者是韩国 即使是一些言情剧里 也难免演到这样的霸总清洁啊 女主作为一个职场小白啊 经常会遭到一些男上司或者是女上司 莫名其妙的情绪发泄 国内职场剧这种真的很给人误导啊 导演和编剧是想体现这个男主的权威性吧 在某个专业上 但是在我看来呢 越是专业 越是有权威的人 其实态度越是和善的 越是包容的 因为如果大家都懂 所有你懂的是 那你凭什么当上了这个领导呢 是不是这是很奇怪的事 一个decent的成年人 不应该在公开场合发泄自己的费面情绪吧 更合适的下属对吧 对 一般认为呢 这是一种不专业 不professional的表现 如果有了不满 应该及时的用正常的三明治 sugarcoat的语言呢 尽量的沟通 而不是以一个家长训斥孩子的这种语气来对待下属吧 所以现在经常看那些言情剧啊 我觉得这些霸总的男主角丝毫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就是你有问题你就沟通啊 这位女主既然作为一位职场小白可能需要一些帮助吧 那就应该尽量给她指导和宽容的对待嘛 如果觉得她不胜任这份职位 可以委婉的劝诫她离开 主要还是对自己负面情绪的控制不够吧 这个是我个人完全不能忍的 以前就有同学对我评价过嘛 说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对付有负面情绪的人 这个是真的 如果摄影师吧 他真的沉浸在自己的负面情绪里 不能自拔安慰他是吧 就尽量让他chair up起来 但是如果他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倾泻在我身上 即使是我需要他帮我录视频 非常的有求于他 我也是完全完全不能忍的 我对这种情况就好像是无法handle啊 我就觉得那你还是请自辩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我的两位导师有任何情绪失控的状态 他们在私下当然了 有的时候呢是会分享一些 有一点点稍微负面的评价吧 或者说有可能有一些稍微负面的情绪吧 我也看得出来啊 这个都是完全是under control 是为了跟我分享一些个人的想法 然后来拉近彼此的关系嘛 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在的 而绝对不是一种失控的 为了发泄而发泄 be personal 对 be personal 向我展示一些他们的真我吧 以这种目的 如果自己已经情绪不好了 那就作为一个成年人 真的应该是自己先消化掉 第三点是不能和自己的导师 有价值观完全相左的情况 我们和导师之间呢 不需要价值观完全相同 一拍即合 因为我们毕竟也不是要找一个soulmate 找一个真心的朋友是吧 我说的跟导师做朋友 仅仅是只工作意义上的嘛 我们的志向相投 基本价值观一样 认同一个跟自己价值观 完全相左的人 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 对这个是没有办法忍的 因为读一个phd的话 五到六年都是一个平均年头嘛 忍得了一天忍不了一年 忍得了一年也忍不了五年 一定是会有一天忍无可忍的 搞出更大的麻烦 这个价值观的问题 可以说大也可以说小 往小了举例呢 我跟大家以前也分享过嘛 我不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 所以如果是那种要求一周工作七天 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实验室 我是肯定肯定没法胜任的 跟导师之间就是彼此的折磨 因为我也做不到 如果即使去了估计也是行尸走肉啊 以一种完全不在状态神游的心情在做 导师看到我做不到 他肯定也很痛苦 我们两个之间就是 肯定会爆发不可避免的矛盾嘛 这种就是没有必要勉强 肯定也有同学适合这种实验室 我肯定也可以找到适合我的实验室嘛 这样就放过彼此 给大家互相留一条生路吧 在这里一定要强调一下啊 同我这里得到第一步的认可 是比较难的事嘛 所以我对于选择我的导师 是以非常挑剔的眼光的 我也建议大家呢 在做rotation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以谨慎的心情对待 因为在rotation期呢 在我看来就好比蜜月期 如果蜜月期还能暴露出的一些缺点 恐怕以后会更加的变本加厉 而不会慢慢的变得更加smooth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善用自己的 三个rotation的机会 就不要过早的决定 一定加入哪个实验室吧 还是那句话嘛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同时的接触三个老板 是非常容易的能看出来 自己更适合哪个实验室的风格了 如果是选择不后的实验室的话 那更是要好好地利用自己的interview的时间 不仅呢自己是作为被interview考察的对象 也同时珍惜这个机会 跟实验室现有的members呢 好好的聊一聊 多问一些fishing的问题 看看这个实验室是不是适合自己 这个就可以参考我之前的那个 选择后实验室的视频了 大家在选导师的时候呢 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但是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就是我们进了实验室才发现 哦好像跟导师不认合拍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忍无可忍 就无需再忍 直接跑路为妙 走为上策 真的不建议大家呢 一种忍耐的心情度过这五到六年 学生时期应该是还蛮开心的时间吧 即使不开心 也绝对不应该是作为忍耐的心情 五年你是忍不下来的 如果和导师实在相处不灵呢 也建议大家及时的就考虑 换导师这个选项 如果是对科研 还是非常有兴趣的话 这也不失为一种 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法吧 而且我身边呢 还颇有一些同学 都中途换了导师 包括摄影师了 如果大家处理的好的话 这个真的不失为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了 我先阅阻再跑啊 介绍一下基本的情况 因为大家屡屡抱怨 摄影师的发音问题嘛 所以我就先大概介绍一下 你随时打断啊 如果有我叙述的任何不真实的地方啊 摄影师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 就加入了这个实验室嘛 因为第一年是做了rotation嘛 加入实验室以后呢 马上就跟着这第一位导师呢 从德州转学去了加州 因为这位导师就跳槽 去了加州的一个学校 刚去了加州不到半年啊 就选择离开了这位导师 寻找新导师选了一圈以后呢 又选回了原来在德州的学校的一位导师 就接纳了他 这位导师二号 于是呢 他就又在二年级的下半学期转学回到了德州 这你都是办了转学手续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你去加州也转学了 对吧 哦这里对 我先解释一下 一般情况下呢 进行了博士资格考试 这个qualify以后呢 就正式是PhD candidate嘛 那就不需要再转学了 我没换过实验室嘛 但是中间 我有导师因为泡槽嘛 我跟着转 因为我在Hopkins 已经过了qualify嘛 所以过来以后呢 我的所有paperwork 还是原来留在Hopkins的 我就只是人在纽约做事 最后拿的学位也是在Hopkins的 但是像摄影师上情况 因为他转学的时间比较早 还没过那个博士的qualify exam 一般都是这样 在低年级的同学就还需要转学 就整个手续都转去加州了嘛 所以他这一次换导师呢 还设计面比较广啊 转两次学 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依然按时五年毕业了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太考虑 时间的问题吧 像摄影师自己也说 这就是沉默成本 该你失去的 你总要勇敢面对嘛 补充两句啊 你自己的真实想法 就是觉得当时待不下去了啊 就像你说的 就是有时觉得人无可忍了嘛 就觉得很难想象自己能够在 那个实验室再待四到五年 就不能想那个画面啊 这时候该做决断的时候 就做个决断吧 也没有什么呀 其实当时是有点痛苦啊 但是其实你回过头来想 没有什么真的 我在这里补充一下 他的实验室比较特别 会有一些以前的师兄师姐离开的例子吧 所以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 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是吗 哦这样 那所以这里要总结另一条啊 大家一定要谨记啊 如果这个实验室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大家千万千万一定要警醒啊 以一种谨慎再谨慎的态度对待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就是那特别的一个 我们大部分人真的就是普通人啊 肯定会follow的入啊 绝对不会做那个exception啊 那你为什么最开始 既然都已经知道这样的情况 还选择这位实验室呢 还是因为他年轻啊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 就像你说的 我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吧 就是别人不能slive 但是我可以slive 那个确实也是个大老板嘛 选择他实验室 还是看得到一些优势吧 在rotation的期间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 带着还蛮开心的吧 即使你听说了一些风文 但是你并没有亲身感受到 有什么不同 所以就觉得风评 有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客观 是吧 然后从你自己 又是一个很special的你 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 是的 而且当时他转去家 都觉得那个地方也挺好的嘛 这个故事就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不信心 自己真的没有那么special 那你觉得大概一般到了一个实验室 多长时间可以发现 不适合这个实验室呢 差不多半年左右吧 我觉得差不多就感觉到 就真的已经带不下去了 半年你就已经觉得人无可忍了 对 不算你rotation的那三四个月 那三四个月是过得特别开心 是吧 对对对 正式加入一个实验室以后 半年还是在一个适应期嘛 半年到一年应该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想法了 是吧 是不是适合这个导师的做事风格 对的 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去一个实验室 天都觉得很痛苦的话 真的就没有必要再联想自己了 真的是 同意 我觉得人生苦短啊 不是说每一天都是开心的过 但一定不能痛苦的过 只要是自己有选择的情况 正式加入之后 就等于说你make a commitment嘛 对吧 就等于说你们两个就正式签订到一个这种合同之类的 有一些相处方式 可能就跟主性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 是你变了还是他变了吗 你们都变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相负责一种就是可能 deback的结果 有点加成 对 就感觉就是你一旦你感觉到不是就觉得这种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吧 然后到了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到了一个迎接点了 虽然是我跟这个老板说我不想离开了 但是我是感觉到其实我不跟他说可能再过一两个月可能他会跟我说这 以前呢你们实验室发生过老板主动让某人离开吗 有啊很多次 那如果他让他离开这个人是个学生会怎样呢 就非常被动啊 对学生他就会给这个学生比如说他两三个月的时间去换一个导师 被迫离开等于实用室也都找到实验室了 哦所以其实就是换导师还是挺容易的一件事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系里面对学生还是比较保护的吧 即使就是说你是被这个老板赶走 因为我所知的话大部分还是可以找到一手里头实验室的 哦 好吧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第一手的资料 忍不下去真的还是不要勉强吧放过彼此吧 因为我相信摄影师的存在对于他的前老板也是一种折磨 肯定是这样你不是也说吗虽然是你开口说的其实 老师也有点说过你了是吗 对肯定这肯定是相互的 还有一个就是毕业时间的问题吗 因为摄影师还有我身边一个比较亲密的朋友吧 他们都是中途换过实验室 而且我那个朋友还换过两次实验室 但是也都按时毕业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concern吧 但是我倒有另外一个问题啊 那是不是你换了实验室以后课题是无缝先见的 就你换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课题吗 对啊就是你换了一个实验室肯定课题是不一样的 所以是真正完完全全换了一个新课题 是的 但是其实话说回来 PHA的时候的课题 如果进展顺利的话 真的就是一两年就可以做好了 其实倒也是 开始一年因为是rotation 第二年算是在training期吧 大概真的是到了博士三年级左右 才慢慢开始开窍 真正开始有效率的阐述data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欢迎留言啊 一定不要忘了订阅以及点赞啊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